唐小云就一直说恨他母亲 所以杀了他 但具体发生过什么 不可能说 公安和检察机关 走访了许多人 但是他们都讲说 这对母子的关系非常好啊 我觉得咱们都被表面形象迷惑 事件显示 唐母的面容严重变形 说明她砸了不止一下 杀死母亲后 她将母亲的尸体藏匿在 事先购买的冰柜里 你怎么办 关于她作案的细节 你问过她吗 问过她拒绝回答 这也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地方 无论是从前期调查 还是各方口供 都显示唐孝云母子关系十分融洽 但是从现场的勘察情况又证明 她对母亲确实是恨之入估 母子俩在案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关键 其实杀母之后的事 我觉得更加蹊跷 普通人在杀完人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心态 害怕 躲闪 至少没心情享受吧 可这个唐孝云干了什么 吃喝嫖赌 玩的倒是挺开心的 你身上怎么有股腥味啊 什么味儿啊 什么味儿啊 好像有血的味道 如果我跟你说 我刚杀完人 你信吗 你不李宗一分之后 女 创造 我现在就非常有仇 母亲 母亲一死 她挥霍无度 找失足妇女 她四处旅游 还去蹦极 玩得乐不思蜀 简直放飞了自我干尽荒唐事 这又是一种什么心理 我有种感觉 唐笑语在动了杀机之后 就没想过再活下来